剧组给我的一个见面礼,Welcome Kids 这个游戏,有我的名字,有producer的名字 欢迎我到来,欢迎我加入这个剧组 里面是什么呢?看一下 小颗饼干,酥饼,当地的东西 这个国旗,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当地的,还有这个国旗 Dominican的一个巧克力 没有了,挺贴心的 刚去那边挺顺利,先到那里的话 先去换了试装fitting 穿了一下,发现有点太宽了 然后做一些修改,他们会修改 然后鞋子,就是那个清朝的那个晚清时候的那个衣服吧 那种布扣的 然后接着就弄头发 我要吓一下大家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看到没有? 看看,看看我的头发 光光的,光光的清朝的这个发型 然后本来明天的话就是化妆 会一层一层把头发贴上去 然后扎成辫子 然后把我的现有的这个头发再薄上去 就能看到我的发髻 我自己的发髻 这样的一个轻,晚清的一个这个长辫子的形象 有没有吓到大家? 好恐怖吧? 你看 我现在,我戴着帽子肯定吓到人了 到明天的话,拍完 我要把这个,让他们就让那个 hair makeup 帮我把这个剩下的头发都剃掉 都剃成这样 所以到时候我回去见到大家就是光头了 然后接着就是化妆 化妆就应该很简单 因为我不用画一个特别的什么妆 也就是我自己,大概是我这个年龄的一个妆 所以明天就直接上就好了 那我今天去试妆 fitting 还有这个发型 就搞定了 然后明天估计会很早 很早就去 烤炭会很早 很早就会去那个studio 然后明天不知道一天还是半天 就拍完了 拍完我就 没事了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轻松 然后 再有就是这个明天要演的那段戏 那我的词还是蛮多的其实 然后也比较紧迫 所以 你说不紧张吗 那还是有点紧张 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制作 那我不希望在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和耽误 所以的话我今天上午出去之前也是一直在把那个词再捋一捋 再说一说边走边说边练边说 然后接下来到明天为止我还会再去练一练 因为他这个就不像其他的一些短片 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rehearsal 那这个的话就是没有rehearsal了 那直接到时候明天去了就 就跟就开始对了 可能一次两次就拍完了 所以的话一定得再提前做好准备 不要出现有什么问题 戴上帽子别吓了你 敬佩我准备这个帽子 没想到好准备 没想到我 没想到你 那的话我来走 戴上帽子 那姑娘 所以我要看它 同时的看小帽子 让手转的口被 今天中午剩下的鱼 幸好我没有把它给扔掉 其实已经扔了一半了 就在垃圾桶旁边了 然后把它拿起来 也没有边位 然后我装在碟子里面 用微波炉一热 那不挺好 我就不用出去吃了 还省着浪费时间 因为它这酒店旁边就是酒店 没有其他什么地方 而且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刚才一直在读 一直在读那个词 因为我想把它读到 随便怎么都记住 不会有任何在想吃的这种问题 然后传心的去把它演活一点 这是超顺满的 吃饱喝足 把我也洗了 然后脸有点红 今天刚才台词练的也差不多 然后待会睡觉之前再过一过 然后早早细细睡 明天早起 然后早点拍 顺利拍 拍完就剩下两天就可以好好玩 OK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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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